谁都没有想到 宋毅居然成为了那个最幸福的女孩 遥想白静婷当年连上综艺上的一个抱抱 都需要另外的价钱 可是现在却是完完全全的不要钱的倒贴 果然宋毅百家嫂子的称号名不虚传 果然是魅力比较大 才能让白静婷的变化如此大 其实宋毅也算得上是非常优秀的女孩子 在娱乐圈这么多年 不仅仅是踏踏实实的演戏 也从来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绯闻 这点似乎是白静婷宋毅唯一的共同点了 也难怪有不少网友调侃 两人的真实关系 毕竟白静婷宋毅不光光是理想型 和对方完全不同 还有在大众的印象中 两人也是八竿子都打不着联系 实至如今 还有不少粉丝觉得这两人 只是炒作而已 可是在长风度片场的小情侣 却是相当的恩爱 直到宋毅容易长胖后 白静婷的爱心变当更是轮番上场 一次宋毅在现场拍摄太久了 自然而然的朝着白静婷撒娇 下一秒白静婷伸手抱抱的反应 果然真情侣真的好磕 那么你磕到这对CP了吗 欢迎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